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一些悔误的话就值得原谅了吗 当然没那么容易 比如今天要说的这个古寿夫 古寿夫这个名字已经无需赘述了 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 作为当年南京大屠杀的主犯 这些家伙算得上是全中国人的功敌 很多人都以为这么残忍是血的恶魔 应该会是人高马大凶神恶煞的样子吧 然而真实的古寿夫却是身材短小 貌不惊人 活脱脱一个五大郎转世 但是越是像貌丑陋的人 往往心里越不正常 为了找平衡 经常会做一些挑战人性的事情 古寿夫就是这样的人 在早年的演讲中 古寿夫就多次提到自己的作战理念 作战时的掠夺 强倒 强奸 是保持士气的重要手段 能把如此恶行讲得这么大意凛然 除了古寿夫恐怕也没有几个 有了这样的作战理念作为指导 后来 古寿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径 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统计 仅仅是古寿夫的第六师团 杀害的无辜平民就多达五万多人 像臭名昭著的百人斩元兄也添移 相警敏明 都是他的部下 更令人发指的是 身为师团长 古寿夫竟然也亲自操刀上阵 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光是他亲手杀害的老百姓 就有数十人 这样的人 自然难逃法往 日本投降后 已经逃回日本国内的古寿夫被移交美军 但是迫于南京政府的强烈要求 这个背负无数血宰的家伙 终于在1946年8月被引渡到中国南京 接受审判 临行前 古寿夫也知道自己肯定是难逃一死 就写了一首寻命诗 樱花开十五丧命 藤流骑士枯夫君 愿献死身作于你 中国不再恨日本 说真的 这首诗看起来真的是特别搞笑 早知道有今日的夫妻永别 何必当初充当战犯走狗呢 早知道今日会带来民族大恨 当初挥刀杀人的时候 怎么就不能斟酌呢 如今走投无路 却用来劝中国人放下仇恨 还把自己说得这么悲壮 要为中日的和解而献身 怎么感觉这么可笑呢 当然 没有人会因为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而原谅他 最终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 判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 古寿夫被押往南京与花台刑场 据当时负责押送的宪兵回忆 当宪兵把古寿夫拖出车的那一刻 他的腿立刻就软了 还是被宪兵架上形台的 他脸色苍白 还有一点颤抖 两旁则全是激愤的南京市民 当初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如今却是这副贪生怕死的模样 真是到死都是一个小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枪壁战犯一般 都是从后脑勺开枪 一枪毙命 但枪毙古寿夫时 行刑的人却对他开了三枪 让他多受了一会儿罪 按照规定 这样是违反几率的 但事后没有人追究这个行刑人 反而被各大媒体宣传成了英雄 这就是民心 历史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OHUA108连续 MASHAOHUA108连续